大家好我是董順文 那今天很開心要跟大家推薦這個 吊帶 這個吊帶雖然對SASPHONE來說是一個小東西 可能也不是價錢太高的東西 可是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每一天除了跟SASPHONE之外 我們跟SASPHONE當中最重要的連結就是這家吊帶 那在哇算算已經吹了二十幾年的這個音樂生涯當中 換了哇有上百種不同的品牌 那特別是這幾年很多新的設計啊 不管包括說肩膀啦 從腰的啦 從斜肩的啦 可是我自己用來用去 我還是最喜歡稍微傳統一點從脖子上的設計 那一方面也跟我的表演風格有關係 我希望有比較大的動作 或者是跟觀眾互動的時候有一個效果 所以我還是喜歡傳統一點的吊帶 那傳統吊帶呢 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有人是鉤子啦 有人是不同的夾子啦 或者是什麼的 那我特別特別喜歡Djag 那這個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已經用這個吊帶自從我十八歲吧 可能不到 十七歲就用到現在了 所以已經是 不告訴你 多很多年了 那 它有幾個設計非常非常特別 第一個是 它的材料 是這種 有點像 S腰帶那種 帆布的材料 可是 我當初第一次用到的時候 我大概覺得材料好像不是很高氣 後來發現它其實反而有它的道理 它非常耐用 它不會變形 那它跟皮膚接觸的時候 也許不是特別的柔軟 但是它反過來 它也不會傷害到你的皮膚 然後 也在夏天的使用起來 它也不會特別的熱 但有些像現在 有些它上面墊了毛啊 或者是皮革製造的 很不透氣 用起來非常非常不舒服 它有些甚至是為了要 減低你的重量感 它做的比較寬 那個其實 後來其實蠻不舒服 在室內演的時候還不錯 但大量的演出的時候 就覺得後來很痛苦 那另外一個是說 我覺得它的這個 脖子的這個 寬的這塊袋子的長度 非常非常適合我 怎麼說呢 當我放在脖子上的時候 這兩個 裡面有一些金屬的材料 控制的這條線 固定的金屬零件 有一些品牌的 它的長度太短或太長 我總覺得會勒到我的這個鎖骨 很不舒服 它壓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個袋子 我覺得不會 就是剛剛好 它不會碰到我的手骨 不會碰到我這些骨頭的地方 所以 當我一天這樣 六個小時八個小時 背下來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覺得不舒服 就是 我覺得 對我來說是能夠 長時間使用 我可以忍受的一個裝置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 最神奇 最神奇就是它的鉤子 它的鉤子 設計非常非常特別 我不知道 大家可不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在這個前面呢 做了兩根小小的鐵棒 好 這小小的鐵棒呢 它是會自動的 向左右延伸開來 好比說 我找個東西好了 好 所以我找一隻 找一個 找一個 找一個這個 好 你看喔 當我把這個東西 往裡面靠近的時候 它會自己向左右的 張開 然後就進去了 看得到嗎 它會自己這樣左右的張開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這樣設計就是當我在 要組合到薩克斯風上的時候 非常方便 你只要往裡面推就好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第一次看到這個的時候 是在那種爵士雜誌上 看到照片 黑黑的 一坨在這裡 我都不曉得那什麼東西 為什麼不是鉤子呢 然後當我拿到的時候 第一次使用 我就一整天就要玩它 因為實在太神奇了 我示範給你看 我只要對整它 往這個 環推進去 它就自己鎖住了 然後就非常非常非常棒 照它說明書上說 這樣的 這兩根小鐵棒 可以撐40公斤 超厲害的喔 那 薩蟲也不夠才30公斤 所以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喔 那怎麼拿出來呢 就更神奇了喔 在這個裡面 下方 凹槽的下方 有一個白色的按鈕 那那個按鈕呢 碰到它的時候 前面那兩根 我們剛看到的兩個鐵棒 又會向左右張開 那所以怎麼使用呢 我只要推它就好 我往上推 擠壓到那個按鈕 就可以滑出來 就可以滑出來 那 真的很方便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那種 用掛鉤掛在身上 然後吹到一半 哇 鉤子就脫鉤的經驗 所以後來有些品牌 甚至在鉤子前面 加了一個彈簧的鎖 可是那個就讓鉤子 變得很大一個 很bulk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個實在是 太厲害了 這個設計師 想到這麼elegant的方式 好 所以我平常在表演的時候 我現在在台上 看我表演的人都看過 我根本都不用去看我的沙塵 我就隨便敲 它就進去了 你看我都不用看它 然後我要拿下來的時候 我就推 它就下來了 所以你習慣之後 真的很方便 而且我很有安全感 有很多一樣 跟它是用線 做設計的吊帶 這邊也是用拉的方式 但是 其實我不太知道 這裡面怎麼設計的 但這個牌子的吊帶 有一個特色就是 當我決定一個高度之後 我幾乎可以是 整個小時的表演 它都不會移動 我相信用過別的牌子 有線的 這種設計的同學 一定有經驗 就是你吹一吹 它就越來越長 吹一吹之後 就要一直拉一下拉一下 它這個吊帶的設計 當你沒有saxophone的重量的時候 說實在很緊 其實不是那麼好拉 非常非常的緊 但它的設計目的就是 當你掛上樂器之後 它就剛剛好 很容易調整 而且調整到之後 就不會動 那這個是我在 這麼多年使用下來 我覺得 哇超喜歡的地方 而且我覺得 超好看的 不會有一個鉤子在那裡 一個塑膠的 靈界很大一個這樣 而且 我的表演的動作很大 我很喜歡跟觀眾互動 希望觀眾都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熱情 那所以 在大動作表演當中的時候 我在舞台上這麼多年 它從來沒有斷過 它也從來沒有脫鉤過 所以可以給我很大的信心 我可以做很誇張的動作 跟我的鼓手 跟我的樂隊 甚至跟歌手互動 然後像我去做演唱會 我還可以跪在地上吹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是 我覺得這些吊帶 非常非常棒的優點 那它這兩年 有好多新的顏色 還有 酒紅色 我也好喜歡 然後有黑的 有皮革的 推薦給大家